新聞開始 最新消息 帶您關心到 在台北市大直一住民宅 經傳了傾斜意外 疑似是附近的工地 施工不慎 緊急疏散了上百名住戶 目前暫時安置在了實踐大學 現場狀況如何 馬上連結記者吳文怡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來帶您關注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這個嚴重的意外 那就在剛剛10點49分左右 真的一棟大樓就真的直接倒塌下來了 那麼當時呢 在不久前還有一台水車在下面 是緊急的 再有趕快撤離 那麼現場呢 也是大批的攝影媒體 也是趕快先撤退 所幸是沒有被波及 那麼警方呢 是持續的把這個封鎖線拉長拉大 緊急撤離大家 那麼現場也可以看到 不斷的有消防車 越來越多台 緊急的來到了現場 那麼根據剛剛瞭解的這兩棟 其實在稍早前呢 已經都全部斷水斷電了 那麼預計呢 已經撤離了超過60戶以上了 那麼根據瞭解呢 剛剛附近民眾是有表示 其實呢 在這個工地呢 在施工之後呢 就慢慢覺得房屋其實怪怪的 那麼接下來在傍晚 今天傍晚7點多的時候 就聽到了一聲巨響 那麼就發現呢 牆壁已經慢慢的 開始出現了劇烈的情形 並且發出了噴噴噴噴的聲音 是非常的可怕 房屋隨時是又倒塌的可能 那麼他們也抱怨呢 就是在之前呢 發現這個房屋怪怪的時候 跟建工處 跟這個建商呢 反應都沒有得到結果 那麼剛剛不少的這個議員也到現場關心 那麼剛剛這個台北市長也已經到現場了解了 那麼持續呢 我們也在為現場 為您守候最新的情形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給主播